基督徒婆婆怎样对待未能怀孕的媳妇呢? 我儿子和媳妇结婚后,他们走过五年不容易的求子之路 我这个基督徒都是带领他们在婚前信主的婆婆 怎样对待未能怀孕的媳妇呢? 我从没有向他们流露抱身心切的愿望 我让他们知道,我唯一的希望是爱主第一 然后彼此相爱,为主而活 我对媳妇说,你丈夫爱主,你就放心 他一定爱你 我又对儿子说,你既然爱主,你就放心 他一定顺服爱你 顺服你,爱你 所以呢,你们都要鼓励对方 追求爱主更多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爱主的人,一定听从主的话 爱妻子,顺服丈夫,都是神的话 记载在圣经里面 我对他们说 有孩子感恩 没有孩子也要好好感恩 因为夫妻,因为夫妻可以更多时间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更多时间学习 更多时间读圣经 学习服事主 服事人 我这些想法 是从圣经来的 神的使徒保罗 在论到男女婚嫁的时候说 印象经的艰难 据我看来 人不如手术 安藏才好 就是说 没有结婚 少一点分心 可以专心服事主 我想 没有孩子 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也非常感受到 保罗讲的 相经的艰难 非常有同感 圣经马太福音 记载 主耶稣说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 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到 末期到 那些日子 怀孕 和奶孩子的 涌获了 是啊 在这种灾难的时候 怀着孩子 带着吃奶的孩子 还有这些还在吃奶的孩子 真的很艰难 启示录 也启示到末后大灾难 这让我很警醒 我们已经处在末世 在接近两千年 保罗就说 现今的艰难 现在 世界 继续在堕落 堕落的世界 人人都要受苦 要见您到 这世上的孩子 生活 更难 这个末世 也提醒 我们要称 白日可以做工的时候 竭力做主工 趁还没有孩子 更多的时间 来服侍主 我对儿 儿媳妇 说的这些话 有几个出发点 第一个是 让媳妇心里舒畅 我不给她压力 看过不少婆婆 抱怨孩子 不能生育 就给两次 甚至赶她出家门 我觉得不可领域 儿子媳妇 都是独生子女 他们很喜欢孩子 已经想尽办法尝试 被受煎熬 我怎么忍心 给他们写上加酸呢 我该做的 就是努力为他们 舒缓压力 为他们祷告 鼓励他们彼此相爱 把时机 投入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 来福尽祷告 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 我也劝勉他们 如保罗所说的 得以应勤 服侍主 没有分心的事 我勉励他们 注目耶税 把四处求医的心思 意念 转向神 因为儿女 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我们所信的神 是创造主 是赐生命的神 我们应当向神来祈求 几年中 儿子媳妇 天天同心合意 一起向神祷告 在这几年中 他们经历了生命的更新 信心的增长 与神的关系 越来越亲密 他们之间 也更加的彼此相爱 感谢神 我在这里强调 我不是主张不要孩子 也不是我不喜欢孩子 生命在神手中 有孩子 没有孩子都可以 也应当感恩 我深深相信 慈爱的神 没有留下一样好处 付给我们 重要的是 我们的人生 都要走在神的旨意中 这将是蒙福的人生 剑 卑榜 谢谢观看